派出所所长是什么级别? 一个派出所有多少警察? 和副镇长相比谁的级别又更高呢? 大家好,我是启明 本期话题派出所 我国曾经最大的派出所 竟然有超过600名警察 比一般的县级公安局警察人数都多 但这只是特例 作为我国公安机关最基层的机构 派出所一般都是设立在 乡镇和城市的街道这一级行政单位中 所以根据各地区乡镇街道管辖人数的不同 派出所实际配备的干警人数也不仅相同 一般来说 普通的乡镇派出所 拥有包括所长、副所长在内的10到15名正式民进 另外根据需要配备若干名附近 而一般人口密度不高的偏远地区 则配备10名以内的附近就能够满足工作需要 而在一些发达城市的街道派出所中 可能需要配几十近百名附近都不一定能够忙得过来 因为派出所虽然是基层单位 但是一点都不轻松 主要职责除了要在辖区内打击犯罪维护治安 执行日常的执勤巡逻等工作外 还有户籍管理、证件办理 甚至调解邻里纠纷 替老百姓排有解难等琐碎工作 我们常说的有困难找警察 一般来说找的就是派出所 所以派出所其实是践行为人民服务 维护干群关系最好的窗口 而领导派出所的所长职位就显得非常关键 那么派出所所长究竟是什么级别呢 这还要从其上级来看 其直接上级为县级公安局 县公安局局长一般多为副县长兼任 因此是副处级干部 一般授予两杠三花的一级警督警衔 也是距离穿上白衬衫警服最近的级别了 因为一般只有正处级以上 才能成为穿白衬衫的高级警官 与之类似的是 大部分派出所所长一般也是由副县长或街道办副主任兼任 所以一般与副科级与副镇厂通勤 但不同的是派出所不像县公安局是县政府下使的职能部门 其并不直接贵乡镇政府管辖 而是县公安局的派出机构 在城市中也是区公安分局的派出机构 因此才会叫派出所 再加上派出所还有设在铁路、工况和旅游景区等处的 因此所长职务并不完全于乡镇一级挂钩 所以通常是古级和副科级都有可能 在授予警衔上也是根据工作经历不同 主要从一级警司网上到三级二级警督都有可能 不过也有特例 能够以所长身份穿上白衬衫警服的 派出所所长为何能穿上白衬衫警服 甚至成为三级警监享受初级待遇 而最特别的派出所所长竟然能委居副厅级 在绝大多数人眼中 派出所长就是和副镇长一样级别的基层干部 虽然俗话说得好别拿村长不当干部 但再怎么来说 派出所所长也称不上位高权重 毕竟一般一个乡镇顶天了也就两三万人 相应的派出所所长手下 正是民警家父亲一般也不过二三十人 如果机遇的级别太高实在说不过去 就更别提要穿上县公安局局长都穿不了的白衬衫警服了 然而在城市中这种情况则发生了改变 首先派出所管下的辖区人数会直线飙升 其中最夸张的就是号称亚洲最大社区的北京天通院 一个小区就占地超过八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更只超过了三十万 因此天通院派出所不仅有超过五十名正式民警 还有二百七十多名辅警参与管理 当然比其民警人数更多的还有广州市的华乐派出所 虽然所在的华乐社区常住人口 并没有北京天通院社区那么夸张 但是因为这里处于工厂密集区域 周边又是交通要道了 人口流动性极大 管理难度也随之剧增 因此配备有超过六十名正式民警和超过三百名附警 这样的现象在广州这种超级发达的一线城市 其实非常普遍 许多城镇出现几十万常住人口也非常正常 因此随着派出所规模的扩大 派出所和所长的级别也相应会更高 而在广州地区 其实绝大多数的派出所所长都是政客级 有的甚至是副出级 但是工作职务依旧是所长 不过派出所所长也就因此有了穿白衬衫的可能 比如2020年 广州市就一次性晋升了219名三级警舰 这些踏入高级警官序列的人员中 就有许多基层派出所所长 比如当时已从警38年 2011年就调任月秀区洪桥派出所的副处级所长尹绍光 也实现了穿白衬衫警服的荣誉 而该派出所也是公安部的一级派出所 不过要是和我国曾经另一个副厅级的派出所所长相比 还是差点意思 我国级别最高的派出所在哪里 即所长高配副厅级 拥有600多名干警 究竟是不是真的 派出所所长能够达到副厅级 这可是一般地级市公安局局长才有的级别 能够如此高规格配备的派出所 肯定是药材祖国的核心 首都北京 而且是位于核心中的核心 北京天安门地区 而最早于1972年设立的天安门派出所 由于所处位置的特殊性 以及管辖着天安门周边 包括人民大会堂 人民英雄纪念碑 以及故宫等重要的建筑和古迹 由是代表国家形象 汇聚大量海内外游客参观的区域 因此治安巡路 防恐防暴任务极其重要 所配备的民警人数也达到600人 不是一般的县级公安局规模所能比的 当然按照级别来说 由于其直接隶属于北京市公安局 随着北京市公安局的级别为正厅级 他也自然水长传告为正处级 不过其派出所所长的级别还要更高一点 为副厅级 配备的警衔也很高 为副厅级标配的二级警衔警衔 这恐怕是全国独一份的存在了 然而这一堪称传奇的派出所 如今称起为派出所已经不够准确了 即在1999年已经不再是派出机构了 而是成为了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 作为当地所在行政机构的组成部分存在 级别依然为正处级 而其分局局长依然告配为副厅级 一般由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任 同时其又兼任天安门地区管委会副主任 这个曾经号称天下第一所的单位 也随之被称为天下第一分局 但是荣誉的背后是特殊的使命 和更多辛苦的付出 特别是外侵 由于天安门地区的巡诺任务十分繁重 即使有相应的武警部队站岗 民警们也需要无论酷暑严寒都轮班至亲 但是他们并没有一丝懈怠 而是刻尽职守地 维护着天安门地区的安全 更多辛苦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